谁说明朝是软淡? 明朝十六帝,共结二百七十六年,虽然奇葩众多,却没有一个软骨。 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,五次北伐,打得蒙古爆头鼠窜,首府于谦拒绝瓦剌,所有要求,就算皇帝被抓走,大不了另立新军。 王国之君崇祯面对攻破都城的义军不逃亡,不迁都,宁愿找一棵歪脖子树吊死,也绝不软弱,死前留下一言,人贼分裂阵尸,不伤百姓一人。 真可为天子守国门,君王死设计,这个王朝就是如此的硬气,不割地,不赔款,不纳贡,不和亲,以至于明朝历史都没几个出名的公主,明朝的皇帝大臣绝不接受任何妥协。 大明王朝已过去数百年,但这股民族自豪感却一直存在我们华人后辈的心中。